歡迎光臨 這一生日式問好帶人回到八零年代 劇裝酒店小姐的愛恨情仇 緊緊抓住影迷的心 日式酒店文化也藉著台劇 華燈初上穿越時空引發熱烈討論 華燈初上的光酒店 其實是位於條通的一間真實酒吧 如今成了劇民們拍照打卡的熱門景點 不過酒店那一部 其實是市值2.5億 另外去打造的攝影棚 而除了不僅之外 演員為了演好酒店小姐 其實也下了不少故宮 讓你覺得說我是在聽你說話 但隨著九零年代 日本經濟衰退 東洋客減少 酒店制度跟著改變 也讓日式酒店逐漸退出時代舞臺 裝潢上面也有所不一樣 日式酒店都是開放式空間比較多 大概是三十年前的事情 那時候六百多家 那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已經鎖國兩年了 所以現在日式酒店在條通 剩不到三十家了 台式酒店興起建立起小姐坐臺抽擁制度 讓臺北市林森北路一帶成了紙醉金迷的不夜城 不過隨著疫情爆發 酒店又進入另一個轉捏點 酒店文化隨著時代不斷演進 即使受到病毒衝擊 夜聲歌突然喊咖 但隨著後疫情時代逐步開放 加上華燈初上熱播 讓一般人能進一步了解這個販售戀愛的特殊行業 為何能在不同年代始終屹立不搖 靜西門許之城 岩凱旭 採訪報導